首付黄光玉被查内幕 一 专案组态度180度转变 调查草草收场 来 两位有请 您好 您好 黄先生 很高兴又见到您 您好 陈小先生 很多业界的朋友 包括媒体的朋友都认为 国美和永乐的合并特别像一场婚姻 听到这个消息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这评价是很紧切的 2006年夏天 国美电器以92亿港元 收购家电行业的老三永乐电器 促成中国家电零售业最大并购案 不过 与高调耀眼的扩张同时进行的 还有来自公安部门针对虚假贷款的侦查 当时接这个案子的 就是公安部的经济大队长向怀珠 开始这个向怀珠态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后来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比如说他就跟审计的人讲说 你们的这个调查证据都不足 没法查 所以向怀珠其实就推脱这个事情 他们后来他们也看出来 他就特别不想查 2007年1月 围绕黄光玉骗取贷款的调查突然明朗 由向怀珠带领的专案组认定 彭润系非法占有贷款目的不明显 而且贷款未到期限 无法认定贷款损失 做撤案处理 就此由银监会公安部参与 花费近一年的调查 草草收场 苏草